就是在把那個錄製 我大概就剛剛彩排了 彩排過之後一樣錄製 錄製之後的話呢 它會幫我放在這邊 也會有個marge 不過如果重新再來過的話 它沒有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開了兩個檔案 所以兩個你要放對地方 有時候放錯地方便存到別人家去了 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要把剛剛的東西做彩排 你可以彩排過 再來剩下就是什麼 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之後的話呢 就把名稱輸入上去 資料剖析按確定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先切到什麼 資料 那資料剖析之前要先選放 所以游標放在B2 記得用Ctrl Shift向下 OK 然後呢 按資料剖析 剖析固定寬度 這個剛剛都做過啦 所以快速的點 就點準就好了 其實做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工具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處理固定寬度的這個問題 那把不要的部分選起來 要的就不用理會它 反正它就自動會幫你放到哪裡 放到C1 C2這邊 按完成 但是會多一個這個東西 結果同學說 這個雖然OK 但是問題多 這個感覺很討厭 有沒有辦法把它關掉 其實是有啦 怎麼關掉 待會再講 好 那就停止錄製了 所以做完 停止錄製 再來就是清除 清除的話 就是錄製聚齊 名稱的話呢 叫清除 一樣我就按確定 然後1 有要放在C2 關鍵的就是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OK 當然有的同學是習慣一刷 這個其實可以 只是說我講過 那範圍就固定下來了 它寫出來就Range Range C2到18 那以後如果你資料增減 它就不會改 如果你用Ctrl 向右向下 它就會改 這個可能差異在這裡 然後按Delete鍵 好 然後就停止錄製了 最後的話就做兩個按鈕 按下它 有了 清楚也有了 所以基本上就完成 但是最後就是 會多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東西特別注意 蠻討厭的 其實你不理它也可以 但是問題有的同學就很喜歡 吹毛求疵吧 就是希望能夠做更好 然後就問說老師這個可不可以 不要讓它出現 不要讓它出現 我要想 對 有沒有方法 有 有方法 那什麼方法呢 其實基本上你要思考 就是這個東西呢 在Excel裡面叫Alan 因為它美國人設計的 這叫Alan Alan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訊息方塊 那誰可以去控制它 Excel可以去控制它 那Excel在VBA裡面 它有一個物件名稱 如果你以後要稱 Excel的話 你就叫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有VBA嗎 其實說Visual Basic 就是這個 ForExcel的Application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控制 這個要不要開關的話 第一個 你需要 把程式先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找到什麼 我的那個module 模組在這裡 打開 或者你從具體裡面打開可以 那我當然習慣 註解 不過這註解 我想請各位自己再註解 第一步什麼 選取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 剛剛那個東西關掉的話 請你在什麼 你入這個聚集的 第一行 這個地方的第一行 寫一個跟他講說 你幫我呼叫Excel Excel的話 就是在那個VBA裡面的物件名稱 叫App 開頭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所以這邊的話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如果字拼對的話 你點有沒有 清單就出現 字可能不要拼錯 就App 反正現在手機的App 其實就這個東西 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OK 然後呢 那如果說你自拼對的話 你點一下 它會有清單出現 表示你自己是打對 如果你點一下發現 奇怪 清單沒出現 你自拼錯了 就這樣而已 OK 很好 很好辨識 那它有一個開啟 那個Arend的東西 叫DisplayArend 所以呢 DI 要不要顯示的話 就是叫Display Display吧 顯示 Arend 剛剛那個東西 OK 那你就把它點兩下 其實你會發現 你點下去 它其實 這個其實就是物件 物件裡面 如果一隻手拿一個資料 就是指的是什麼 要不就是裡面放資料 要不就是裡面的設定 設定 要不要開或關 另外還有一個叫方法 就是裡面如果是什麼 一個像一個綠色的東西 就有點像動詞 做什麼 比如說我要刪除 就Delete 刪除 OK 那這邊的話 DisplayArend 點兩下 打一個等於 開關在這裡 就跳出來 等號 如果說你希望 它不要跳出來 很簡單 你就選哪一個 對 False True就是開 其實True就是有點像我們 On False就是off 類似像這樣子 如果在數字表示的話 False就0 True的話就1 OK 不過你們暫時可以不用接 反正 False就關閉它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寫完了 不過建議 各位在Endersub上面這一行 記得要把它再打開 因為有的時候 你現在把它關掉 然後呢 以後所有的Alone 不是只有那個Alone 以後 Excel裡面的所有的Alone 都跳不出來 所以呢 以前本來應該要跳的 就全部都關掉 就變有點像一個總開關 全部關掉 網路全部關掉了 我們本來要測試 不要連到 結果變成全部的人的網路都關掉 那不對啊 應該是測試完 要把它網路全部打開嘛 所以記得喔 打開怎麼寫 很簡單 對 你就把這個複製一下 等號什麼 等於True就好了 意思是說 這個地方喔 後面會有跳一個東西 你先關 關完之後 最後再記得打開 這樣就OK了 這樣子寫完之後呢 剛剛那個東西 Alone 那個東西會不會就消失喔 因為那個東西蠻討厭的 當然其實 你跳 雖然也不影響 你最後的效果 可是就是那個 叫做你的Kimoji問題嘛 對不對 有時候寫程式是這樣 你就會希望說 寫的 哇 不然的話有時候人家 你如果程式很好用 你給人家用 人家會 Argue你說 奇怪 你怎麼這東西 怎麼多這個東西 你可以幫我關掉 老師沒教 你就關不起來喔 如果順便教一下喔 OK 其實也不難啦 主要順便了解一下 物件 物件的使用方法 這個是Excel 它裡面有個開關 叫做Displacement 好啊 試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把它清除喔 剛剛會跳的 現在會不會跳 按下它 不會跳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感覺就不一樣了 剛剛一直跳那個東西 就非常的討厭喔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 錄製聚集完之後 多一個開關 它記得關了之後呢 最後記得把它打開 OK啦 畫面先畫給各位試一下喔 OK 所以 透過錄製聚集 我們也可以產生 我們要的功能 尤其是類似像 資料剖析這種東西 如果經常使用 而且方法都比較固定的話 那你就用錄製算了 有時候反而 比你要重新思考 那個VBA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覺得簡單多了 不過當然呢 未來如果你功力夠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乾脆還是自己寫 如果你又可以錄製 又可以寫 當然是最好的 OK 請各位試一下喔